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5月15日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oice节目。 我们知道呢,从这个欧盟诚意力以来呢,过去这几十年就一直有欧盟中间的这个国家想要脱欧的这个呼声。 最近的一次当属2016年夏天英国的那一场公投,当时呢也是震惊世界,最终呢是脱欧派险胜的流派,而且呢也使得第二天早晨呢,这个当时的卡维隆政府就宣布这个辞职,然后呢是Teresa梅继任。 从那之后呢,过了半年不到,美国这个民粹也重新起来了,当时呢也是Donald Trump,特朗普呢是非常惊险的战胜了西亚里克林顿,震惊了世界。 所以欧盟内部的这个分歧呢,一直都是非常大的,而今天我想给大家报道一个最新的新闻,就是又有一个国家呢,威胁想要退出欧盟。 那么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呢?就是意大利。 我们可以看到呢,意大利的这个总理非常非常持这个批评的态度对于欧盟的这个旅行者的一个计划。 这个呢就是意大利总理孔特,他说什么呢? 说现在欧盟这个欧盟的建议呢叫做Green Corridors,就是一个绿色这个通道这样一个计划。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的旅行计划呢,它是允许某些国家,如果是有非常少的这个新冠病毒感染者,或者说如果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人数急剧降低的话, 那么它是可以自己就是开放一些这个边境给其他的某些国家的。 也就是说呢,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可以自己通过协调来这个议事,来决定对对方开放边界。 但是对其他的那些国家,可能是对这个疫情比较严重国家,仍然是不让他们进来的。 这个呢,听上去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做法。 但是呢,问题就在于欧盟啊,它在法律上是一个整体。 所以欧盟内部的成员国之间呢,也应该是从理论上呢,是保持这个同等的一个态度,同等的一个这个对待,而不应该是有所区分的。 而这一次呢,在这个旅行业上,是明白的,相当于是比较排斥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这个新冠疫情呢,比较严重。 而另外一个疫情比较严重的这个英国呢,它反正已经脱欧了,已经不受这个欧盟这个法律的保护了。 所以这样一个比较针对于这个意大利的一个这个旅行法案呢,就引起了意大利非常强的反弹。 意大利总理孔特说呢,说这样的一个旅行,它不能被一个bilateral agreements,就是双边的协议来决定。 而且呢,我们如果同意这个发生的话,我们就会被排除在欧盟之外,就是说你不能对我这个区别对待,你不能对我去世。 他说We will never permit it,就是我们永远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家知道意大利旅行业呢,非常发达,它占这个意大利全国GDP的13%,所以呢, 那么,孔特就说如果就是欧盟强推这样的一个旅行计划,就是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现实情况来区别对待欧洲的各个国家的话, 那么他们会考虑呢,就是威胁退出欧盟。 所以,这样呢,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警告,最终会怎么样呢? 肯定意大利不可能退出欧盟,因为欧盟需要意大利,意大利呢,也需要欧盟。 但是,这件事情呢,给大家报一下,就可见呢,在这样一个这个联盟,结盟的这些国家的整体之中呢,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你很难进行一刀切,你也很难进行就是内部情况,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来对这个所有的成员国进行一个区分。 而欧盟中的这个富国,比如说是德国和法国,和欧盟中的穷国, 比如说是这个意大利啊,希腊这些,就是偏中东的国家,南欧这些国家, 一直以来呢,都是有非常强的这个矛盾,特别是在这个经济啊,税势。